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我們的平面鏡的成像 第一個我們會考的就是反射定律 那個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要考這個 在考它的成像性質正立相等區下 還會考所謂的左右相反 還會考所謂的幕區會等於向區 還有一個題目就是視野問題 我們等一下跟你講就是你看得到看不到 就是有一個我們後面再跟你說 OK 這一個就叫做考反射定律 就是角度 他說這裡的入射光跟反射率夾20度 請問你反射角幾度 就做啊 我們要畫一個法線 法線才能找到所謂入射角 根據數學知道文的叫做入射角70度 入射角70度反射的幾度 就70度啊 所以因為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70度 所以答案就選B 答案就選B 你這樣 反射定律的運用 這一題 這一題的講義上的題目的迅速寫錯了 那個角度是125度不是120度 那請問你 請問你就長這樣啊 就長這樣 請問那個SIM它夾幾度啊 就是最後的反射光 反射線跟我們的鏡子 反射面夾幾度啊 夾幾度啊 就是數學啦 什麼加起來90度啊 魚角啊 還有三角形的角合叫做 180啊 用這些三角形的角合180 然後呢90度啊 所以你需要找法線啊 BLABLABLA 找一找答案就出來了 OK 現在應該是換帥哥對不對 帥哥29 啊沒有來 帥哥29不在 帥哥29不在 我們找帥哥 二十倍 二十倍 二倍 蛤 A 請坐下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 A 這個做法線 就表示入射角55 所以反射角也會是55 然後另外一邊呢 也是35 那個120的另外一邊也是35 然後呢 就是三角形那一角合叫做 180嘛 所以就知道這個角度是20 然後你在做法線要同餘啊 幹嘛你就知道那個SIDA角也是多少 那個兩個S叫做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然後S加2090 X加SIDA也是90 所以就知道SIDA角就是20 就知道同餘嗎 所以答案就20 所以我們答案就要選的叫做A 20 話一話就曉得了 下一題是仿造建宗的考題 下一題是仿造建宗的考題 我當然有改過數字啦 請問你做多少呢 一樣嘛 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好 然後呢 要注意要把線出來那個90度 一樣啊 三角形那一角合叫做180 那現在是180 你就會啦 就這樣做 我畫一畫點一點弄一弄就會出來了 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一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二髮線是垂直的 三三角形內角合180 然後呢就可以了 就知道了 好我們要找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是誰咧 大美女叫Burr號 Burr 你說什麼 B2 你選B2 你說一下 你答案就選的叫做 好來 我們這邊做一條髮線 就兩個X嘛 就是入射角反射角 然後兩個Y嘛 就是入射角反射角嘛 兩次的反射角是S跟Y 然後呢 就三角形內角合180 所以全部 隆隆加起來就是180 所以X加Y就是65度 然後呢 這邊呢就是 90-X嘛 因為那個 就是髮線垂直啊 所以90-X 下面90-Y 然後加個S 然後這三個角 加起來有多少 這三個角 加起來也叫做 180嘛 三角形內角合180 所以加起來就180 然後所以就東移西移 結果發現 S就是X加Y X加Y就是65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 是65度 答案就選了 就是B 好 這三題就是 簡單的 基本的 反射定律的運用 考試的解題 1 要知道 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2 要知道 做髮線 因為有髮線 才有入射角跟反射角 髮線是要垂直 3 用一下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題目給解決掉了 這個就是 考 反射定律